就是说好像这个手像照镜子一样 这边也有那边也有 但是一定是手这个多出来的手指 要超过三个以上才能有这种表现 我们就是切完了以后 还涉及到骨关节的移位 肌腱的移位 要把它重建 原来会有扁平足 足不增宽等等 有其他的病化症 所以我们一起切完了以后 一期的重建是非常重要